我是本场比赛的解释员王涛 而我们今天特邀嘉宾仍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东 这是一场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比赛 这是双方在本届比赛的第一次亮相 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瑞典女足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 球是直接传到了无人区啊 接外球 王涮 唐嘉丽 双方拼强很激烈 球出界了 双方交换了球权 对手现在拿球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双方拼强很激烈 双方拼强很激烈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这个位置的产球非常危险啊 王珊珊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能改写比分吗 有了 比赛开两不久啊 他们就取得了进球 一球优势带手了 他们可以更从容地将训练中的积累 在赛场上尽情地展现出来 什么叫手术刀板 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本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0 马克达莲娜 阿里克松 比赛双方暂时陷入了僵持 进攻方不及突破 防守方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边才举齐了 接外球 罗嘉慧 他没有拿球了 没有问题 脚球 球直接往禁区离开 不是很有威胁 这个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双妹子 往上拿球 阳中到了禁区 解围了 绝强的机会啊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双方的分差现在是两个球了 球进的的确很漂亮 但是也应该要注意到啊 他们在进球之前的那些工作 是的 他们一直持续不断的给了对方的防线相当大的压力 重压之下对方防线还是露出了破战被他们抓住成功破门 对的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稍微偏了一点 队友拿不到啊 接外球 网霜 这球还可以继续走边路 有空间的 自家禁区 一次重要的抢断 索菲亚 亚克布松 直接攻门了 门将阻挡了进球 转给了身边的队友 弗里 多利纳 罗尔弗 漂亮一角 世界波 技术相当了得 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回放 他们很耐心地开了一个战术角球 等到机会出来再选择传球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进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罗嘉慧 王霜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王霜霜 哇 哇 哇 简直让人热血沸腾 太精彩了 这叫凌空啊 比较精准地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一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马格达莱纳 埃里克松 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 我还以为这次进攻可以成功 没讲到被对手断球了 边路看起来有发挥空间 近距离有队友传进来了 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防线的队员们挺身而出 化解了危险 船跑非常默契 一脚远射 这是纯碰运气啊 稍稍高出了衡量 不错的尝试啊 对手成功 拿到球权 索菲亚 亚格布松 这次想得非常精彩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赛格拿到球 刚才真是危险啊 还好及时断下了球 就看接球的那边了 接下来就看王双的了 这么近的距离啊 其实完全没必要射得这么大力嘛 这很容易踢飞啊 如果要是能更冷静一些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能找到更好的射门角度 嗯 这个球确实他处理的有欠妥当 嗯 啊 已经来到前场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直接在进区内用抢断夺回了球权 咱们示意比赛将有两分钟的伤挺补食 就是他们的了 马格达莱娜 埃里克松 马格达莱娜 埃里克松 提脚升门 采办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中场休息结束 这次是由瑞典姑娘们来开球 开始了下半场的较量 在自己的禁区里 真是一高人胆大啊 王珊珊 控球拳又交到了对手脚下 莉娜 胡迪格 对面的边路放空了 这个球朝近距离掉 不过立马被放出队员控制了 没有对球门造成威胁 这球能让他们重回比赛啊 他几乎就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啊 可惜本将不同意 还进了第一个球之后 门将肯定对他是有所防范的 教练员要派上他的替补骑兵了 这球被门将化解了 不过对方还有机会 门将刚才这真是做出了 好机会 自己带球向前推进 绝强的机会啊 事物破竹 分插已经被扩大到了三个球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进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1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1 传给了王珊珊 试一下横传找后点的队友 投球 门将早已经后在那了 自然而然的把这球挡出 这球他自己快要处理不了了 一旦丢球 对方将直接单挑门将 王霜 得分的机会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哎呀呀 这球真是 打不进比打进都难 今天这个状态真是令人堪忧啊 这个距离非常近 对他来说应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只能猜想 今天身体状态可能还没调整好 一定是的 马格达来的 埃里克松 洛尔福 展中找队友 这球没处理好 本来是有机会的 现在要轮到对手控球了 洛尔福 拿球的是埃里克松 双妹子往上拿球 班中尝试找队友 球被门将顶了一下 从何良上方飞了出去 球出界了 攻方获得了角球机会 角球开出来 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 刚刚这个投球攻门啊 看起来是相当具有威胁性 差一点就进了 角度没有控制好 卡罗琳赛格 这是个好机会 很有威胁的打门 但还是被他化解了 可苏瓦雷阿斯拉尼 阿娜格拉斯 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 熊银们在鼓励队员们啊 有机会就起脚 别犹豫 被门将扑出去了 但威胁还没有解除 球还是进了 门将已经尽力了 但还是没能改变结局 回放一边进球的选过程 第一次机会选择了打圆角 被门将扑出 但幸运的是他们拿到了第二次机会 这一回可就没有门将阻拦了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洛尔福 防守队员一击划铲 抢走了球权 这也算是把球送给对手了 这也算是把球送给对手了 展瑞 摇尾 这球能进吗 又一个 他今天完成了帽子气法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裁判马上就将吹向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成功抢断 还没有犯规 太棒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防守方需要进 裁判终止了比赛 看这个样子啊 有可能要出牌啊 裁判很果断地给了这张黄牌啊 你看啊 方辉队员自己也接受了判法 对啊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看看他怎么利用编路的空间 球抢回来了 看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动作 看看张锐的处理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五分钟 对手很难拿住球啊 说不定能创造出机会 这个铲球太危险了 还好裁判 没判犯规 这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他这是在示范啊 怎么带球向前 破门良机 又一个 他们今天彻底打疯了 这进球完全停不下来啊 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在这样的距离被他抓住机会 非常舒服的完全发力 这种球神仙难救啊 洛尔福 全场比赛结束 这种球神仙难救啊